农村农种物油菜 世界广泛各地种植 检测于大豆 种植作为植物油 食用价值极高 油菜的由来与一些价值 大家又是否了解 朋友们大家好 来认识一种山龙明星经济植物 植物的一些用途与价值 备受大家的关注与喜爱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本草 一种与油有关的植物 种植榨油供食用 还可以在一些工业方面广泛利用 镜头当中看到的就是 农村大名鼎鼎的明星植物油菜 油菜在农村 特别是山龙经济农种方面 有着不可地带的位置 油菜的品种比较多 鲜如今广泛种植的是 欧洲油菜这种品种 它属十字花科 云台属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 油菜植住型的特征 金港植利有分支 叶子长圆植圆形变成披针形 叶子边缘有明显的尺寸 叶子正面墨绿色 叶子背面灰绿色或浅绿色 油菜的由来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看油菜的叶子与白菜或是橄榄极为相似 油菜就是白菜与橄榄杂枪之后产生的后代 油菜在山龙行业当作经济农种物 世界广泛种植 种植面积减次于大豆 油菜从生长到幼苗 它的嫩巾都可采摘 当作菜酥 使用起来既有白菜又有橄榄的味道 当作菜酥也有人工来种植它 油菜每年三到四月份 开了美丽鲜亮的黄色花朵 乘大片种植的油菜 油菜花海 吸引着不少文人墨市或城里面的游客 来踏青观赏 油菜它的种植在每年四月份成熟 中黄色 采收烘干之后用作榨油 榨出油金黄色 香气扑鼻 作为食用油 也是最为健康的 油菜种植榨油 还可制作润滑油 肥皂 清漆等等一些工业方面利用 在农业方面 农民的智慧 种植油菜 既能够改善土质 它的植株还可以粉碎 当作青饰料 油菜的种子榨出油 在农民生活当中 又管它叫菜籽油 是日常生活当中 最主要的食用植物油 在我的家乡 每年收完稻穀 农民都会种满这种油菜 油菜榨出的种植油 供食用 没有科技于很活 有不少有钱人或城里面的人 都会来购买 油菜作为种植植物油 重要来源之一 一些好处与价值 了解人可在评论区 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 更多农村生活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株梁 女士 杨株梁